嗨,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米老师同书会,今天又到了我们一起读西游记小人书的时间了,上一次我们读了大闹龙宫,知道了天产石猴,他在花果山称王,并去学了功夫,得了孙悟空的名号,还去龙宫大闹了一番。 今天在这个故事里边,孙悟空又会有哪些奇闻异诗呢?我们就来一起读一下吧。 西游记之二 大闹天宫 大闹天宫 内容提要,孙悟空大闹龙宫后,玉帝将他装, 中安到天宫 到了天宫,悟空仍桀骜不逊 藐视神权,比玉帝封他为齐天大圣 后又偷吃繁桃,鲜酒和金丹 多次打败天兵天将 闹得天宫也不得安宁 玉帝无奈,只得从西天请来如来佛 如来佛法术无边,用计将悟空压在五行山下 太白金星奉玉帝圣旨,请美猴王上天授封 悟空吩咐众侯一番,与太白金星纵起云头,升上九霄 悟空因急着要去天宫看看 一个金斗,十分快急,将那太白老头撇在脑后 先报了南天门 悟空正要进去,却被南天门的手将 用刀枪剑戟挡在门外 悟空气得大声问道 你们既请了老孙,为何又不让你进去? 正吵嚷间,太白金星赶到了 对天将说,他是下界仙人,是我奉玉帝旨意宣他来的 天将这才退兵让道,放悟空进去 进了天门,悟空放眼一望 天上果然与人间不一般 金光万道,锐气千条 三十三座天宫,七十二重宝殿 刁蓝玉切,金碧辉煌 来到灵霄宝殿 太白金星跪拜脚趾 陈领圣旨,以宣妖仙道了 玉帝问道 哪个是妖仙? 悟空直立着身子迎道 老孙便是 众心轻健壮 大惊失色 这个野猴怎么不拜父参见 敢这般说话,罪该万死 玉帝却不胜动气 传指道 那孙悟空乃下界妖仙 不知朝礼 不必怪他 让他做个毕马温吧 众臣赶紧叫悟空跪下谢恩 悟空只弯下腰算是谢了 接着他随穆德星关下殿 去玉马尖道人 悟空欢欢喜喜来到任上 同奸臣、奸妇、点博等数十人见了面 才知道自己要管的天马有千余匹 毕马温十分勤快 昼夜不睡 饲养马屁 那些天马倒也养得肉标肥满 就这样 不觉过了半月有余 一日有闲 悟空与众监官畅饮 席间 悟空突然停杯问道 我这毕马温是什么官职 有极品 总监官告诉说 这官没有品丛 是个未入流的 只是替玉帝看管马匹罢了 要是看不好 还要受罚 悟空一听这话 心头火起 咬牙道 这般蔑视老孙 俺在花果山称王称祖 怎么哄我来替他养马 说吧 先翻桌子 一个斤都翻回花果山去了 悟空回到花果山 众猴欢心跳跃 将他拥到宝座上 悟空十分感动 便把上天受骗的事告诉了他们 众猴听了 愤愤不平 一面致久 替猴王姐们 一面建议他自封 齐天大圣 与那玉帝老子 并起并坐 不受那窝囊请 悟空一听大喜 忙换人去置办惊奇 一杆齐天大圣的大旗 飘飘洋洋的 竖在了花果山上 次日 玉帝坐巢 玉马间起奏 毕马温阴贤官小 昨日返下天宫去了 玉帝闻言 当即传指托塔李天王 哪吒三太子 和巨灵神带领天兵 下界去捉拿孙悟空 一行天兵 天将直奔花果山而去 来到水帘洞前 先锋聚灵神大声喝道 扑儿猴 快出来受降 悟空手持筋骨棒 出动名战 他指着齐天大圣 齐之道 你这毛神 我本带一棒打死你 且留你性命 回去对玉帝说 若不依着字号升官 我就打上天宫 叫他龙床坐不成 巨灵神冷笑三声 举起鲜花斧 劈头朝悟空砍去 悟空不慌不忙 用筋骨棒迎手相迎 只听当的一声 那柄鲜花斧断成了了解 巨灵神急忙转身逃身 悟空并不追赶 小的农包农包 我已饶了你 快去报信 快去报信 一会儿 哪吒脚踩烽火轮赶来了 悟空一见 小的 是个乳秀未干的小儿 我只站着不动 任你砍几件吧 哪吒大怒 叫声变 转眼变成了三头六臂 手持六斑兵器扑面打来 悟空见了 也喝声变 同样变成了三头六臂 六只手拿着三条筋骨棒 从容招架 两人各失神威 打斗了三十回合 不分上下 说失迟 那是快 悟空拔下了一根毫毛 吹了口气 变出了一个同他一模一样的假悟空 那假悟空接手与哪吒对打 真悟空却一纵身 跳到哪吒的脑后 朝他左臂一棒打去 哪吒措手不及 痛叫一声 收了法 败下阵去 在一旁观战的李天王 见悟空果真神通广大 心想 不如先收兵回去 将他的话回复玉地 然后再多浅些 天兵来捕捉也不迟 李天王领着重将 直至灵霄宝殿 贵奏道 万岁 那坡后果真厉害 先拜了聚灵神 后又打伤了三太 封 离地一听又惊又怒 一时没了主意 太白金星出走 就封他个空闲 让他上天 好收住邪心 玉地无奈 降至太白金星 再下界去请悟空 太白金星见到悟空 传了玉地的圣旨 悟空先是不幸 经太白金星再三陈属 又跟他上天去了 悟空见了玉地 仍没有下跪 但玉地却真的 封他为齐天大圣 并在盘桃园右手 替他盖了座齐天府 还派了安静 宁神 两先帝 侍候他 悟空挂了个空闲 日时三餐 夜眠一踏 早晚有人侍候 今日冬游 明日稀荡 好不悠闲 快活 一日 玉地早朝 许今阳真人 启奏道 齐天大圣 整日无事咸游 恐日后 咸中生事 不如给他一件事 玉地准奏 船指派悟空 去看管盘桃园 悟空正闲得发慌 立即欢欢喜喜 领指去看管盘桃园 园内的土地 历世见了悟空 都来磕头拜见 盘桃园内 有桃树3600株 都是王母娘娘亲自栽的 仙桃九千年一熟 人吃了能与天地同寿 悟空听了 欣喜不已 自那以后 再也不出外游荡了 一日 悟空见老树枝头 桃树大半 心想何不吃几个长心 便对尾随他的先例 土地等人说 你们到门外侍候 让我在这亭上少气片时 众仙走后 悟空脱下灌符 爬上大树 捡纳熟透的大桃 摘了许多 坐在树枝上吃了个痛快 几日以后 他都照此办法 独自尽情享用 这日 王母娘娘要开盘桃圣会 派了七仙女来盘桃园摘桃 土地见了 忙拦住他们道 金岁不同往年 玉帝拆齐天大圣看管 得通报他后 方可入园 土地进园 只见悟空的衣帽扔在亭内 私下寻找 却不见踪影 原来悟空吃饱了桃子 变成了二寸长的小人 已在树梢上睡着了 土地认为悟空出园游玩去了 而那些仙女是奉旨来摘桃的 不能耽误 便把他们放入园内 仙女们进园一看 今年的桃树花果稀疏 只有几个毛地青皮的 原来熟的都给猴王吃了 仙女们边埋怨 边捡烧熟的宅 惊醒了正在熟睡的齐天大圣 悟空献出本相 从耳内抽出筋骨棒 大声喝道 哪来的妖女 敢大胆偷摘我桃 那七仙女吓得一下都跪下来 大圣息怒 我等不是妖人 是奉旨来摘取仙桃的 王母娘娘今日要开盘桃会 是才寻不见大圣 恐持了王母一指 所以等不得大圣 万万恕罪 悟空一听 王母娘娘要誓宴请客 忙问请的是哪路神仙 七仙女如实说了一长串的名单 悟空一听没有自己 便问 我乃齐天大圣 为何不请我 七仙女道 我等不曾听说 悟空想去摇池探个究竟 便对那七仙女施了个定身法 可怜那七个女仙 个个白着眼 痴呆呆地站在桃树之下 动弹不得 悟空却驾起祥云 直奔摇池而去 途中 悟空撞见赤脚大仙 直到他是去赴盘桃会的 便心生一记 上前道 老道不知 玉帝因老孙 金斗云快 要我通知各位 先去通明殿眼里 然后再去摇池附会 赤脚大仙 信以为真 拨转祥云 直奔通明殿 悟空带他走远 摇身一变 便做赤脚大仙模样 前往摇池而去 来到摇池 悟空未见一位仙人到来 却闻到一阵阵酒香 他转头一看 见左边的长廊里 有几个力士正在搬运玉叶穷江 香扭佳尿 悟空止不住口角留咽 就要去吃 无奈那些人都在 他心生一记 拔下几根毫毛 往嘴里一嚼 喷将出去 便成了几个瞌睡虫 朝那伙人的脸上飞去 不一刻 那伙人便手软头低 闭眉合眼了 悟空又搬来百味珍修 佳肴一品 就着钢挨着蚊 放开了 痛饮了一番 喝得半醉 悟空自揣自摸道 不好不好 再过一会儿 请的课都要来了 一时拿住 赞声示好 还是早些回府去睡吧 悟空摇摇晃晃 走出摇池 不料把路给走岔了 不是回到了齐天 而是来到了太上老君的兜率宫 悟空进宫一看 不见太上老君 但见有一座炼丹炉 炉中有火 炉旁有五个装满金丹的葫芦 悟空听说过这金丹是仙家之质宝 吃了能长生不老 便把金丹倒出全吃了 如吃炒豆一般 一时间丹满酒醒 悟空自知闯下了大祸 若惊动玉帝 性命难保 便跑出斗帅宫 一个金斗翻回了花果山 却说那七个仙女自受了悟空的定身法术 直到第二天才得解脱 他们各提花篮 回到瑶池 向王母禀报了事情的经过 王母一听 急去见玉帝 说仙桃全被大声吃了 盘桃会开不成了 正诉说时 造酒的一般人也来禀报 说盘桃会的玉叶穷江 百味珍瑶都不知被何人偷吃光了 玉帝听了 正要传唤悟空 齐天府的仙女叩禀大圣失踪 是小大仙也来报告 齐天大圣假传圣旨 害得他在通明殿空等了半天 不一会儿 太上老君匆匆赶来 起奏他练的金丹被人偷吃了 玉帝得到接二连三的报告 大惊失色 经纠察林官机访 把天公搅得乱糟糟的 都是齐天大圣所为 并已逃回花果山 纠察林官把详细经过 禀报了玉帝 玉帝大怒 当即传职四大天王 协同李天王并哪吒三太子 率领十万天兵 布下天罗地网 去花果山围拿孙悟空 十万天兵来到花果山 安营扎寨 江山围的水泄不通 李天王先派九亿恶星出阵挑战 九天将来到 九天将来到水帘洞前 嚷道 小妖你那大圣在哪里 快叫他出来归降 小猴慌忙 小猴慌忙进洞传报 悟空听了 并不惧怕 怒道 这泼毛神 真是太无礼了 为何打上门来欺我 当即命令独角王 率七十二洞主出阵 自己带四剑将随后 独角王出门迎敌 被九天将一阵眼杀 直退到大圣的跟前 才站住阵脚 大圣见了 叫一声 闪开 举起扎二长的筋骨棒 打将出来 那九天将哪里是他的对手 几个回合 便各个倒脱气线 败阵逃走 李天王忙 调来四天王 哪吒三太子和二十八秀 团团围驻悟空打斗 悟空四面受敌 八方围困 却毫无巨色 十一根筋骨棒 反越战越勇 这一仗只杀到日落西山 悟空见天色将晚 拔一把豪毛丢在口中 嚼碎了 吞将出去 叫声 变 就变成了千百个大圣 使得全是筋骨棒 打退了哪吒三太子 战备带了五个天王 悟空得胜回动 吩咐东西南北四路主侯 不得懈怠 晚上要加紧防守 其余的安心睡觉 养好精神 天明杀退天兵 话说南海观世音菩萨 话说南海观世音菩萨 也应邀来摇池附会 他听说十万天兵捉拿不住一个大圣 便对玉帝说 陛下可调令生二郎神前去驻战 他神通广大 定能擒住那妖猴 玉帝当即传下调兵旨意 二郎神接旨 立即带领梅山六兄弟 牵了笑天神犬 率本部神兵直奔划过山 二郎神会过李天王 二郎神会过李天王 便去水帘洞前挑战 悟空知道二郎神是玉帝的妹妹 斯凡下戒时所生 为救母亲曾闹过天狼 便劝他不必为玉帝买命 谁知二郎神不听劝说 举起三尖两刃枪就刺 悟空侧身躲过 迅速举起筋骨棒 劈手相还 一个铁棒赛飞龙 一个神风如武凤 打斗了三百余河 还分不出高低上下 两人正在憨战时 那边的众猴 却被梅山六兄弟杀得死得死 逃得逃 悟空见状 无心恋战 摇身一变 变做个麻雀 飞到树梢头上停住 二郎神一见没了悟空影 便睁眼观看 见他变了个麻雀 停在树梢上 也摇身一变 变做雀音 抖开翅膀 飞去扑打 悟空见了 嗖的飞起 悟空见了 嗖的飞起 滚下山崖 变成了一座土地庙 嘴巴变成庙门 牙齿变做门扇 舌头变做菩萨 眼睛变成窗户 只有尾巴不好收拾 竖在后面变成一根旗杆 二郎神见了 笑道 哪有旗杆树在庙后面的 一定是那畜生变的 举起三尖两刃枪 朝土地庙的窗户刺去 悟空怕被他戳瞎了眼睛 扑了一个虎跳 献出了本相 又和二郎神厮杀一阵 且战且退 回底水连洞 玉帝原以为二郎神前去驻战 准能马到擎来 谁知去了三日 毫无动静 这日他同王母娘娘 观音菩萨 太上老君众仙 出南天门观战 只见众天兵不罗网 围住四面 李天王和哪吒 举着照妖镜 立在空中 二郎神 梅山六兄弟 四大天王等数十个天将 围着悟空在打斗 观看了半日 太上老君见这么多天将 站不过悟空一人 便撸起衣袖 从左脖上取下一个圈子 说道 万岁 让我老君住一宫 说着 将那圈子朝悟空的头上打去 那圈子名叫金刚套 水火不清 能套住万物 悟空只顾在地下厮杀 却不知天上会丢下这兵器 脑袋被重重的砸了一下 立脚不稳 跌倒在地 悟空呼的爬起来就跑 不料二郎神的笑天神犬赶来 死死的咬住他的脚不放 众天将趁此机会一拥而上 神捆锁保 将悟空捆得个结结实实 太上老君收起金刚套 太上老君收起金刚套 与玉帝等回到灵霄宝殿 离天王二郎神收兵拔寨 抬着悟空也回到了南天门 玉帝当即传指 将悟空推上斩妖台斩首 谁量悟空被绑在降妖柱上 任凭大力鬼王刀砍斧舵 枪刺剑劈毫发无损 玉帝见状大惊 太上老君屈前奏道 那猴头吃了樊桃 饮了玉酒又到了仙丹 已成金刚之躯 不如让老道领去 放在八卦炉中 用文武火来烧 玉帝点头同意了 悟空被抬到兜帅宫 投进八卦炉中 两名童子点燃炉火 用扇子日夜不停的扇 烟熏火烤 把悟空熏烤得捂住双眼 饥可难熬 就这样烧了四十九天 太上老君心想 文武火候俱全 那妖猴定被烧成了灰烬 便命几位大力士将炉顶掀开 炉中的悟空听得炉顶声响 猛睁开眼睛见到光明 忍不住将身子一纵 竟跳出炉堂 又将脚一蹬 把那八卦炉蹬翻在地 那般力士道人前来扯拉 都被悟空一个个掀倒 太上老君赶来抓他 也被推倒在地 悟空从耳中抽出如一棒 迎风一晃 变成碗口粗细 一路打出兜率弓 悟空一路打到灵霄殿 被众天将持蟹挡住 三十六元天将 把悟空团团围住 悟空毫无巨色 使一条如一棒 左遮右挡 后架前营 正杀得憨实 悟空摇身一变 便做三头六臂 六只手使三条棒 四车轮一般飞舞 三十六位天将 没有一个能进半步 灵霄殿内的玉帝闻讯 大惊失色 盲传指游易灵官 和易圣真君上西天 请如来佛前来降服悟空 两人来到灵山 静止奔雷音宝茶 如来佛见了 盲问 玉帝合适 凡二圣下灵 二人道 花果山有一妖猴 神通广大 多次扰乱天宫 众天将奈他和他不得 现被三十六位天将围斗 又近身不了 特返老佛前去降服 如来佛一听 盲带上阿丁 十叶 离了雷音 静奔零霄门外 只见三十六元天将杀生震天 整团团围着悟空厮杀 如来传话 让众天将停下手来 由他问话 悟空见骤然停战 心里一惊 也收了法相 献出本相 他见如来佛在发号使令 立声和问 你是哪方善士 敢止住刀兵问我 如来佛道 我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释迦摩尼 今闻你猖狂村野 屡返天宫 不知何方生长 何年得到 为何这等抱横 悟空道 我是花果山翼猴王 练就法术无边 阴行人间地窄 立心要助摇天 常言道 皇帝轮流坐 明年到我家 我有七十二般变化 如何做不得天位 如来佛笑道 我与你打个赌赛 你若有本事 一个金斗打出这右手掌 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 把天宫让你 若不能打出手掌 你下界为妖 再修几节 重来征位 悟空心想 我一个金斗能重十万八千里 怎能反不出你的手掌 着急问 你说的可算数 如来佛道 算数 算数 伸开右手 像一片荷叶大小 悟空收起如一棒 抖擞精神 身子一纵 站在佛祖手掌心上 大喝一声 我去也 只见一路云光 无影无踪了 悟空一路行去 忽见有五 悟空一路行去 忽见有五根肉红柱子 心想 这是天边的尽头 这次由如来作证 灵霄宫定是我做的 想着 便拔下一根毫毛 变成一拐毛笔 在中间柱子上写下一行大字 大圣到此一游 悟空写完字 又一个金斗翻了回去 站在佛祖的手掌心上 道 我已去 金来了 你叫玉帝让天公于我 如来却道 你还不曾离开我的手掌呢 你自己低头看吧 悟空睁圆 火眼睛睛 低头一看 只见佛祖的终止上 写着一行字 大圣到此一游 心里吃惊不小 他大声嚷道 有这等事 有这等事 我绝不信 等我再去来 悟空急着纵身又要跳出 被佛祖翻掌一扑 推出了西天门外 佛祖的五指化作金 木 水 火 土 五座连山 幻名五行山 轻轻地将悟空压在了山底下 好 小朋友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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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